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王 纪红子去打紧 得到一个陶冠 里面可能是有羊的图案 他就问孔夫子 他说 我打紧 得到一个狗 为什么? 孔夫子就告诉他 他说 根据我的见解 我知道所知道的 那不是狗 那是羊 然后孔夫子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 这段话感觉就有点像神话一样 令人很迷惑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见解 这个孔夫子和鲁王 他之间的对答 他谈的是春秋转国之前的历史 这个历史 在商朝 夏朝 那个年代的不同的方国 所谓的方国的话 就像春秋正国的时候的祝货国 这个祝货国的话 他不刚是在春秋正国的时候有 他在商朝的时候有 他在夏朝的时候也有 在夏朝之前也有 所以孔夫子回答鲁王的对话里面 他提到那些名字 基本上都是方国 祝货国 当时的名字 那么在商面对话里面 孔夫子所提到的春秋转国之前的方国 有木方 石方 水方 龙方 象方 土方 阳方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土方 那么土方在什么位置呢 土方在唐一夏商时期的时候呢 他主要是在山西陕西一直到内蒙古以别的地区 所以他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土方的话呢 是在商朝的时候给商王武丁锁灭 自从在商朝商王武丁灭了这个土方以后 那么到现在的话是三千多年 那么三千多年过去了 这个过去的土方国的人 他是什么情况 他现在是继续还是留在以前的地方呢 还是说到了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土方 他已经过去了这个三千多年 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 我们发现有两个民族带土的 一个是土家族 一个是土族 土家族的话 他是基督在现在的湖北湖南 重庆贵州等地 那么这个土族的话呢 目前是基督在这个清海甘肃等地 这个是湘西的土家妹子 这个也是土家族的女孩子 这是土家族的建筑 那么土家族的这个祖先是谁呢 那根据现在土家族他的记录哈 他的先祖令金 最早呢就是记载于在秦万时期的这个典籍诗本里面 诗本的记载呢 令金之先的出自摩蛋 这个就是令金的雕塑 那么令金这个时代是八人的其中一个时代 那么八人的始祖是后赵 后赵的始祖是太豪 也是叫大豪 古代大跟太是相同的 根据山海军记转 西南有八国 大豪山贤鸟 贤鸟山城里城里山后赵 后赵是始为八人 那么在公元前的多少世纪 这个后赵的话就翻越这个大巴山 在现在的四川 仙幻县 罗家坝 建立了这个后赵八国 那么我这里解析一下山海军里面提到的 这个几个名字 首先的话呢 这个大豪 大豪的话呢 就是福西士 福西士呢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先史 三皇之一 那么福西是皇帝元帝的先祖 就是我们汉人的祖先 福西是我们汉人的祖先 那么这里提到这个大豪 也是八国八人的祖先 那么第二个是贤鸟 贤鸟的话这个字啊 是一个另外一个字 贤鸟 那么这个贤鸟的话是人的名字 当然这个古代是作为神话 那么商朝的始祖 就是贤鸟的后代 贤鸟山商 这有个典故 那么我发现的中国古代的话 它是用神话来记载上古史 然后第三个人物就是陈黎 陈黎的话现在资料不详 那么第四个就是后赵 后赵的话呢 就是在四川这个罗加坝建立后赵八国的 那么根据土家族这个白府之后 那么我就来判断他们这个族系 那土家族的先人他是八人 然后后赵建立后赵八国 那么后赵是别方南下到四川 他的祖先是福西和贤鸟 所以根据土家族 他自己认为他是白府之后 那么就是八人 他令金死了之后 他的传说是福音仆化为白府 所以他现在一般来讲 就是说土家族认为他是白府之后 从令金这个传说这边开始的 但是其实的话呢 这个八人更加早的图腾是白府 这个皇帝的儿子是邵豪 那么邵豪的儿子是入书 入书就是这个神话里面白府的形象 那么这么怎么样去认证这个说法呢 就是从我们汉人的性里的理性 他的图腾也是白府 那么这个他图腾是白府的话呢 就象征他们理性的话呢 是邵豪的后代 所以他呢 邵豪的儿子是入书 入书就是白府的形象 所以根据刚才的说法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土家族他的足系 他足系呢 第一个是大号 就是福西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中间有几段 皇帝 然后是少号 然后入书 入书有多少段 然后到了咸鸟 然后又到多少段是城里 在多少段后面是后兆 后兆是八人了 然后令金也是八人 最后土家族 那么土家族和土风国呢 有没有关系啊 那么我们前面谈到土家族 他可能的这个族系 这个族系是我判断的 那么主要是土家族 他是自己认为他是白府的后人 那么这个皇帝的孙子 入书啊 他就是白府的形象 那么这个在山海经里面提到 多次提到了 古记里面多次提到 入书的话呢 是在西方啊 管制一大片地区啊 这个西方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按照这个资料来讲啊 他就是也是土方所在的位置 当然说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西方的话 他的面积非常大 比如远到新疆的这个楼布浦啊 这个非常广大 那么根据我们以前谈到的这个 以前的视频谈到的鬼方啊 那个鬼方我们知道呢 当时他是专西地的三个儿子啊 以及少浩的后代啊 他们在统治这个鬼方 所以他鬼方的话呢 应该就是时候是 呃在少浩或是专西之争的时候 封了这个封国 那么土方呢 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封的啊 也是在那边封的 那鬼方的这个都城的话呢 是在陕西的义林市清洁县的里家岸村 发现鬼方的都城啊 所以呢 土家族跟这个土方国有没有关系 从土家族他的可能的祖先入书啊 也是白府 神话传说里面的白府形象啊 当时陆书所管制的地方啊 基本就是在土方的这些范围里面 最后再谈一下这个土族 那么土族的话 目前是记录在清淮 甘肃一些地方 那么土族的话 他也有非常久的这个历史 悠久历史 他目前没有文字记转 呃 那么他大概的话呢 就有蒙古人的说法 就是他的先辈啊 或者多顾婚啊 啊 坏人的说法等等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土族可能是在上古时期 他是基础在这个土方管制范围的一个民族 所以后面呢 他成杰的这个土方国啊 土方土 这个嘛 一个名称啊 他接触过来 所以变成现在的土族 那么在这个整个视频里面 一些判断啊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他都属于一种炮装引译 有些呢 需要这个专家啊 他进一步的认证啊 我给大家看 这个致定 氏